学生们在餐点上期前就已经将现场的两桶白饭全部吃光 并再用餐后立刻离开 之后 这些学生在Google评论上给予一颗新的评价 并留下了一些负面评价 如饭出不来就不要借 台北市一间知名热炒店大道创意料理快炒 近期发生了一起争议事件 引发社会讨论 30多名北科大学生前往该店消费 却在餐点未上完前就吃光店内两桶白饭 并抱怨饭量不足 学生们之后在Google评论上给予复评 该事件随后引起公众的注意 根据王老板的说明 这群学生事先电话预约 原本表示有20多人 但实际到场时却有30多人 由于白饭需要再煮需要时间 店家建议学生可以先点炒面 却遭到拒绝 学生们在餐点上期前 就已经将现场的两桶白饭全部吃光 并再用餐后立刻离开 之后 这些学生在Google评论上 给予一颗新的评价 并留下了一些负面评价 如饭出不来就不要借 办完活动饿得要死 吃庆功宴连饭都要被限制 观感真的很差 谢谢贵店毁了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 不会再去消费 我也会告知我们学校的同学 不要再来此店消费 没有白饭好饿一群人吃没白饭 菜都还没出完 白饭没了不能补 吃不饱 等言论 事后经由网友们肉搜发现 这群学生实际上是北科资财营的工作人员 引起了一波网友的谴责 对此 北科资财营筹备团队总照发表了一份声明 解释了学生们的立场 并对此事件表示了歉意 根据资财营的声明 当天前往热炒店的总共有27名工作人员参与 饭量的分布大致上是 一人喂吃白饭 三人吃半碗 13人吃一碗 三人吃1.5碗 七人吃两碗 平均而言 每人吃到的饭量约为1.2个小碗 资财营表示 这种消耗状况应该不会让两锅饭供应不足 我们在晚上7点20分就已经向店家确认过 是否能够接待27人的团队当时店家确认可以 并未提及有关饭量不足的问题 该声明指出 当天店内除了他们以外 只有另外一桌大约8位的客人 就这样的人流来说 我们不认为店家会因此而附和不了 而在我们用餐的一小时10分钟里 我们也并未看见店家有在对白饭进行补充 在总共消费了6900元后 每位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支付了255元 平均下来 我们每位只能吃到约1.2个小碗的饭量 这让我们觉得很不合理 该声明进一步指出 事情发生后 资财营的工作人员包括总照在内 确实给予了店家Google评论的一颗新评价 总照在声明中坦承 他们的反应可能出现了一些意气用事 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对真实遭遇的评价 并且作为消费者 他们有权发表评论 他还表示 他们为此次事件向所有人道歉 我们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事发的过程 以及我们的感受 不久之后 北科资财营总照再度发表声明 首先为事件所引起的困扰向所有人道歉 他透露 他已经亲自前往该热炒店向老板道歉 并解开了他们之间的误会 他表示 这次的事件让他们获得了深刻的教训 他们会记住这次的教训 并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情况 许多PTT上的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北科大不意外 没预约谁会没事煮三十个大学生分量的饭 北科什么时候变这样啊 穷到去搞店家 家饭要在家前 不然免费载吃免钱 还会去留负贫 要就提早定 人数也确认好 店家才好备料 然后还集体在那刷低心 最低素质就这票人 到底是多饿可以只吃白饭不等菜啊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